上回书说到巨无霸带领人马,在昆阳南门把队伍列开了,昆阳南门炮声一响,冲出三千大队,过了护城河,也把阵石列开了,巨无霸往队面一看,汉兵队中挑着四杆先方大旗,头一杆是躁断色旗, 周围红火烟,大红的飘带,香衬紫金灵,旗子上绣着一行小字,大汉四路总印先锋,当中间斗大的一个窑子,第二杆是胡了铜顶绿段子旗,上边一行小字是大汉二路先锋,当中间是个斗大的马子,第三杆是胡了银顶速断色旗,上绣一行小字, 大汉三路先锋,当中一个层子,第四杆是胡了铜顶蛋黄断色旗,上边一行小字,大汉四路先锋,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是度, 九爸猜着了,没错了,四杆先锋旗下四源先锋官一定是自己的对头仇人,摇起马五层旁度帽,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 九爸把两只眼睛几乎都瞪裂了,恨不得一刀一个,把四仙锋杀光了,方解心头之恨, 他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颤,一催坐下马,青头金眼兽,直奔镇前, 对面喊名喊叫,马前受死,摇起催马直奔酒吧,到了酒吧,马前勒住坐地,酒吧一看,你可是摇起吗, 哎,不错,正是你家姚先锋,摇起啊,我问你,你跟我有什么冤仇? 像巨无霸这么一问呢,摇起就应该说,你我二人并无私仇,两者交兵,是各位其主, 这巨无霸呢,肯定得跟摇起讲理,两个人一讲理呢,话是开心的钥匙, 就能把火坟巨家铺的事情给说开了,巨无霸明白了,当时就能归降大汉, 可是摇起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啊,摇起这个人向来好闹着玩, 他不说正经话,巨无霸一问他,你跟我有什么冤仇? 嘿嘿,我说巨无霸,咱们两个人的仇可太大了, 一天二地狠,三江四海仇,仇身四海! 哎,这摇起是没心说,巨无霸可有心听啊,巨无霸心说对啊, 我跟你姓摇的,确实有一天二地狠,三江四海仇, 今天我跟你摇起势不两立,好,摇起你撒马过来! 摇起不知道怎么回事,是抖大枪脚渣,巨无霸用刀望外就磕, 他磕摇起这枪呢,摇起这么一看,就猜着自己的履历,是敌不过巨无霸的, 心说,这口大刀跟一扇门似的,要碰到我的枪上,我还不把枪撒了手啊, 唰,他往回撤枪,巨无霸大刀顺水推中,唰,带着风,就奔着摇起着前胸砍来了, 哎哟,摇起心说我要拿枪磕你这刀,我准磕不动啊, 得嘞,他急忙用双脚往前一踹凳,人身子望后一仰,就躺在马的身上了, 这一手功夫叫铁板桥,撒! 一声响,巨无霸的河山板门大刀,就有点摇起身上过去了, 嘿哟,吓得摇起之哆嗦呀,摇起刚一直腰,巨无霸大刀, 插得一下,摸盘是干,就奔了摇起的拨梗子了, 摇起急忙缩顶藏头是, 呜,这口河山板门大刀,又从摇起脑袋上过去了, 两个人二马错凳,把摇起吓得再也不敢回来了, 忘回一拨马,跑回镇中, 马五就问他, 哥哥,你怎么回来了? 嘿嘿,哥哥我不是他的对手,你看见没有? 哥哥我在人家刀底下钻过来钻过去脱旋的, 哎兄弟,你的武艺比哥哥强,你去打他一阵。 马五催马摘到直奔巨无霸,高声喊嚷, 巨无霸,你可认识你家马老子,马五马死张吗? 巨无霸,把眼睛瞪圆了,看着马五。 我认识你,你一便怎样? 巨无霸,按马五取你的向上人头, 说着过去,唰,这刀就下来了。 你巨无霸个儿再高, 前三刀也得让我温神爷马五。 马五这刀下去了, 九把用大刀的刀头就照着马五的刀, 用尽全身之力望上一刻。 只要我刻上, 马五喂,你这刀可就得撒少啊。 快马青刀马子张, 一看这样立刻撤刀头, 线刀钻,用刀钻就处, 九把用刀杆望完一刻他的刀钻。 本想套是还招, 马五根本就不能让他还招, 你多大的本事, 唰唰唰, 投三招,得让我马五。 马五大刀斜肩带背脚砍, 九把一抡刀, 回头望约市, 就把马五的大刀接住了。 两个人二马错当, 穿回马里再战。 马五是抖擞雄威, 这口大刀使欢了, 上下翻飞, 一招比一招急, 一招比一招快, 他不容九把还招, 是招招进逼, 恨不得把九把一刀劈于马下。 九把武艺高强, 这口河山板门大刀, 封得太严, 毫无破绽, 马五这大刀就看不进去。 两个人在这动着手, 双方的人马含嚷助威, 咆哮儿郎勒动战鼓。 袁帅邓宇跟刘秀站在昆阳城的城上, 一看, 马五跟巨无霸杀成一团, 两匹马就跟走马灯似的, 杀了五六个回合, 也不见输赢胜败。 就在这时会儿正杀得难解难分的, 邓宇往正南一看, 千岁您瞧, 刘秀一看, 正南沉沙飞扬, 来了一只人马, 就到了昆阳城南。 一声炮响, 两杆绿段色门旗往左右一分, 两万王莽的兵将二龙出水士, 列得了一字长蛇阵。 兵将是变大黄旗, 两万兵整齐严肃。 当中间掌旗官挑着一杆绿段色帅道旗, 帅子旗下正是三棋王大刀苏县, 金甲红袍, 怀抱另齐另剑, 押住了全军大队。 在三棋王大刀苏县的左边, 有三杆鹅皇闹龙到齐。 这旗子上秀的是昆阳王, 映阳王, 兽王。 昆阳王王立, 映阳王王仪, 兽王王丰, 各持利刃, 带着副将偏将崖将, 押住了左军阵脚。 在三棋王大刀苏县的右边, 也是三杆鹅皇闹龙到齐。 上边秀着开国王, 护国王, 一字并肩王。 开国王王妇, 护国王王焕, 一字并肩王徐世英, 还有众瞻将, 押住了右军阵脚。 九霸的先锋军呢, 也跟这两万大兵, 就合在一处了。 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因为王莽的兄弟昆阳王, 跟映阳王, 在八月十六, 天官一亮, 就得着禀报了。 先锋关, 无敌将, 梁方的人头, 号令在昆阳南门。 这下, 可把昆阳王, 映阳王吓坏了。 永贯三军, 天下无敌的先锋官, 无敌将梁方, 愣被敌人给杀了, 人头悬挂在昆阳南门。 两位王爷, 痛惜万分, 要给无敌将梁方报仇, 必须得跟汉兵决议死战。 两位王爷刚好调兵, 突然间得报了。 开国王, 护国王, 姨子, 殡肩王, 兽王, 跟先锋关巨无霸, 带领三十万大兵, 由长安, 已然到了昆阳了。 昆阳王盲力, 颖阳王王仪, 跟大刀搜献, 非常高兴, 赶紧命人背马, 三个人要出营, 去迎接这四位王爷。 而且, 要看看这位先锋关巨无霸, 到底如何。 三位王爷带领手下上马, 冲出大营, 一看开国王这些人, 率领亲水人等奔大营来了, 七位王爷就彼此见面十里, 咱们不说废话了。 可是三个人, 没看见先锋关巨无霸, 就问这开国王啊, 王家千岁, 巨无霸, 先锋关何在? 哎呀, 中卫千岁, 巨先锋带着先锋军到昆阳城南, 跟汉兵打仗去了。 昆阳王, 颖阳王大吃一惊, 昆阳王就把先锋关无敌将梁芳被汉将杀死的事情说了, 这几位王爷一听, 也十分惊讶, 这汉兵汉将真是诡计多端呢, 怎么人不知诡不晓的, 梁芳的人头就号令在昆阳南门了, 巨先锋打仗, 干脆咱们也赶紧看看去吧, 昆阳王说怎么办, 仙教兵将慢慢的安营下寨, 咱们众人带兵到昆阳南, 给巨无霸先锋关关敌撂阵, 所以几位王爷点起了人马, 两弯大军就扑奔昆阳南门, 到了南门外把阵势裂开了, 七位王爷勒马停蹄往镇前观桥, 一看巨无霸人高马大, 跟汉将马武杀在一起, 杀得难解难分, 这几位王爷把势都不错呀, 一看巨无霸刀臣力猛, 这身上比吴敌将梁芳还高, 而且这巨无霸跟马武杀得难分高低, 真是一员虎将啊, 几位王爷都很高兴, 这时候马武虽然跟巨无霸杀了十几个回合, 可是马武确实盯不住了, 任凭马武的刀有多快, 他递不进招去, 巨无霸刀法纯手力大无穷, 大刀呜呜带风是紧逼马武, 马武的刀一刀比一刀持, 一刀比一刀慢, 就敌不住了, 镇中三路先锋, 陈鹏看出来了, 拍马摆焦儿八环刀直奔镇前, 马子张赏开了, 将此功劳让与小弟陈鹏, 马武信说好兄弟你快来吧, 再不来, 磕磕马武我可要丢人先眼了, 马武虽然打不过巨无霸, 他嘴可不服输, 嘿嘿, 巨无霸让你小子都活片刻, 马老子去, 马武拨马回战了, 这时候陈鹏刀就到了, 九尔八环刀, 楼头盖定就是一刀, 巨无霸立刻喝刀招架, 两口大刀就拼杀在一处, 巨无霸这口刀, 伤砍批剁上下翻飞, 跟巨无霸杀了十几个回合, 也赢不了九尔八, 而且马上就要输啊, 杜茂赶紧催马掌中插, 就办了两军将场了, 得嘞, 表哥你回去吧, 让他接一针插, 哗愣愣, 插盘子一响, 就办了九尔八了, 九尔八立刻喝刀招架, 这样就把陈鹏换回去了, 四先锋摇起马武, 陈鹏杜茂, 数四先锋杜茂的屡历最大, 跟巨无霸力气可以说是势均力敌了, 两个人刀叉相碰, 火星乱蹦, 可是杜茂虽然力气大, 他的武艺是敌不过巨无霸的, 马武陈鹏一看, 杜茂要失了手可就坏了, 姚大哥上, 哎对, 咱们给他一块上, 四先锋就把纪无霸团团围在当中, 这样倒趁了纪无霸的心了, 来得好, 纪无霸把这口河山板门大都使欢了, 力敌四先锋人面无巨色, 招数不乱, 而且精神倍长, 对头仇然啊, 非把你们四个都杀了不可, 这四先锋还纳闷呢, 这九霸跟咱们死人怎么那么狠呢, 四先锋合在一块儿, 也没有办法取胜, 两边的兵将勒鼓住位摇旗呐喊, 王莽这棋位王爷一看, 九霸这么英勇, 嘴里夸着, 心里头爱着, 这会儿高兴可就甭提了, 昆阳城上, 原水邓雨一看坏了, 这个王莽的先锋官比这无敌将梁峰能耐还大, 四先锋不能取胜, 这四位先锋官要一下败在王莽的先锋官手里, 我这汉元帅还怎么当啊, 来, 明金撤退, 元帅命令下了, 噪啦啦啦啦啦啦, 罗声一响, 先锋君听见罗声了, 头改尾, 为改头, 二声罗想, 人马齐毙了。 四位先锋官拨马要走, 这巨武霸能把他放走吗? 今天看见摇旗马武, 逵鹏动帽了, 要把他们四个人杀了, 给满门家军报仇, 所以就有把高声含嚷 摇旗马五 蹭旁都报 你们走不了 你们要走 你家俱先锋随后就追 你们进城 俱先锋也追进昆阳 这四位先锋官一听 可全招了急了 马五就跟摇旗说 我说摇大哥 对不起 你把他绊住吧 我们得走 摇旗一听就气大了 先说马子昌啊 好兄弟了 四位先锋官中 就说我没能力 你让我跟巨无霸动手 你们好进城 没办法呀 摇旗是真急了 好嘞 他把大枪一斗 啵啰啰 枪杆颤了 枪尖圆了 咳 一枪就扮了巨无霸了 巨无霸一看摇旗枪扎来了 立刻喝召召架 借这机会 马五层鹏杜帽 赶紧催马进城 先锋军 大得人马 也进了昆阳南门了 袁帅邓宇传下命令 将南门紧闭 守城军 立刻把南门关上 上栓上锁 这摇旗一个人 能敌得住巨无霸吗 他听见昆阳南门 上栓上锁了 一看一样 信说今天我摇旗算完了 这条命 准得扔在巨无霸之手 我就死在昆阳南门了 就到了性命看看不保的时候 这个摇旗是情急生智啊 有了 他突然间虚点一枪 拍马往北就跑 巨无霸就追啊 摇旗一边跑一边回头看 眼瞧着巨无霸快追上了 摇旗拿着大枪当标枪使 对着巨无霸 你接我这枪不 这枪扔出去了 巨无霸一看摇旗大枪 把自己扎来了 只好用河山板门大刀 一户面门 烫朗朗 大枪磕在刀上 然后就掉在地上 就在巨无霸磕枪这功夫 摇旗一撒马 又跑出多远去了 等巨无霸一看 巨无霸气坏了 你哪跑 注意啊 摇旗里跑不了 眼看要追上了 巨无霸把大刀一举 估计着自己往前一催马 大刀一落下 就能把摇旗批为两半了 这摇旗呀 这时候催马跑着 早已然把头上的盔摘下来了 照着巨无霸 打 你照爷这发宝宝 头盔就打向巨无霸了 巨无霸只好拿刀望出一颗 唐了 这亏也掉在地上了 就在这时候 层旁杜茂马武三个人已然上城了 站在城上 往南门外的战场上观桥 摇旗伸手又把护心镜摘下来 扔向巨无霸 巨无霸 巨无霸拿刀望上磕 摇旗跟着 要把这五杆户背 其一杆一杆一杆 全都摘下来 就奔巨无霸那扔啊 然后把这假叶子 一片一片往下屑 也一片一片往巨无霸身上打 打完了 接着就与他为两争群 最后没得扔了 唰唰 把脚底下的战靴脱下来 往巨无霸身上就扔 那巨无霸能怕他吗 城头之上 邓元帅跟千岁刘秀 还有将神郎 一看摇旗 把这身窥开甲轴 全都扔了 好德行 小铺的算都灵骄了 眼看着摇旗摇四旷 跑到护城河边了 这时候挙马催马追来了 摇旗没得扔了 河山板门大洞 往空中一击 我批了你 就被摇旗砍下来了 城头之上 马武一闭眼 刘秀一闭眼 就瞧摇旗当里一使劲 扑通 连人带马就掉下护城河了 水花四溅 九八一看摇旗连人带马 奔了护城河了 赶紧勒住坐骑 就把大刀挂在马鞍桥鸟 石环得胜钩上 伸手要洒带中抽出宝雕弓 走兽湖中抽出雕灵剑 任口甜弦对着摇旗的脑袋 巴搭 这支剑就射出去了 眼看要射到了 摇旗还真行 顺着马肚子往水里一啪 摇旗落到水里了 城上的汉兵汉将都急得抽湿了 哎呦 九八这支剑没射到摇旗 射到水里了 大家伙这才松了一口气啊 九八又从走手湖中 蹬出第二支剑 任口甜弦 他冲着水面他等着 你摇旗不能老在护城河里头 只要你一露头我就射你 我非把你射死不可 昆阳城上的降水儿狼 都替摇旗捏着一把汗 就瞧见摇旗在水中一爆 刚露头 九八八 这支剑就射出去了 摇旗又缩回去了 剑没射到摇旗 又落在护城河水里了 摇旗不等具有霸再射了 踏着水 他露出半截身子 冲着具有霸 啪啪就打了两下 打了什么呀 因为他一低头扎到水里的时候 他伸手就抓起两把河泥来 他一直要啪啪 这两把河泥就打在具有霸的身上了 弄了具有霸一身河泥 弄一身河泥还不算 还顺着身上望下流泥滩 具有霸的剑射出好几支来 始终也没射到摇旗 摇旗这两只手没闲着 望着河里头一身手啪啪两把河泥 然后一只羊啪啪往上掉打 打起没完没了 这一次弄得具有霸 脸上身上全都是河泥 气得具有霸是冒火生烟 王莽的兵将一看 先锋关具有霸 把汉将的四路总印先锋关 杀得这么惨 大家伙全都佩服 两万多兵齐声喝彩 昆阳王 颖阳王 三骑王 也非常赞成具有霸 刘秀可招了极了 招这样 姚王胜这场命可怎么办呢 瘦王王峰一看摇旗在水里 直往具有霸身上打河 你心说这汉将可太不局气了 怎么这么发赖 给汉兵丢了体面 就是把他给弄死 也不过臭块地呀 到底瘦王王峰 打算怎么样对待摇旗 下回再说